大家好,我是Stan 埃卜世纪五九九之后 约五年九个月 Starship娱乐再次推出的女团 也是Starship创立以来成绩最后的组合 在出道后发表的三支单曲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仅是在Starship 也在韩国流行音乐女团史上 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巩固了其地位 在埃卜之前 短期内获得巨大人气的女团 包括了通常被称为Tersonal 2007年到2008年 完全统一了韩国歌坦的 Tell me so hard nobody 三连续爆红神曲的女团Wonder Girls 以及在2016年到2017年 I was get chilled up Titi Nonno 四连续爆红的女团Twice 这些组合分别代表了 二代三代的女团 影响力非常强大 甚至可以说是 女团改朝换代的象征 由此可以看出 埃卜也是代表 改朝换代的四代女团之一 埃卜成员们进入Starship娱乐的顺序是 安妞进 卡尔的强文娘 理解一策 MNA Produce 1001系列出道的女团 Pristine Kugodan 跟Taiya 都曾遭到长期收纳后解散的命运 但是 Ibo打破了这个诅咒 跟其他Produce系列 延伸女团不一样 不只是 安妞进 强文娘 知名度高 其他成员们的知名度 也相对均匀 与师姐 SysStar跟Wuju-Sonyu一样 Ibo也不是以年纪最大的成员 而是由次长安妞进担任队长 Sysstar是老二Horin Wuju-Sonyu也是老二X时队长 Ibo是Starship女团中首次有日本成员的女团 也是下半年出道的女团 Sista是2010年6月出道 五九索尼是2016年2月出道 两团都是上半年出道的 爱卜这个团名是通过公司公开征选而确定的 当时成员们都非常期待团名会是什么的时候 公司主管非常淡定的就说了 你们的团名就叫爱卜吧 就完事 因为过于淡定简单 顿时让大家都忍不住报效了 抢官员在2019年4月12号 以色在2020年12月17号 分别在第三波音乐节目获得了一位 让爱卜成为了K-POP女团使前无力的 年纪最小次小拿下第三波音乐节目冠军的女团 爱卜虽然不是多人女团 但是队内什么血型都有 A型安妞金雷 B型卡尔 AB型理解 O型抢官员以色 所有成员都只有一个兄弟姐妹 B型抢官员以色的